韭菜炒干豆腐你吃过吗 就这小菜你就是炒好了老好吃的 韭菜洗净切成段 这些韭菜有点多一半就够用了啊 再准备半斤干对付 我们这叫干对付 你们那叫啥 有地方就签张 有地方叫干豆腐皮 反正啊就这玩意儿 直刀给它切成三 起锅放入半勺油 油热放入蒜片葱花 四三香 炸香啊放入少许的酱油 炒出香味 加水 大约呢就加入三勺的水吧 开锅呀下入干豆腐丝 加入盐鸡精老抽 这道菜呀虽然是一个炒菜 但是它的制作过程呢 干豆腐是炖出来的 炖好的干豆腐啊 吃起来特别的哽咎又入味 家人们视频都看到这了 动动你发财的双手 帮老弟点个脚红心 就是造的屏幕啊点两下 感谢您了 每天就做菜呀啥也不求 就是希望您在看的同时啊 顺手帮我点个脚红心 万分万分的感谢您了 汤汁快炖干的时候啊 翻翻炒 以防的糊底 这时候的干豆腐呀 就特别入味了 下入韭菜梗 继续大火翻炒 把韭菜梗啊给它炒倒它 韭菜梗炒倒啊 再下入韭菜叶 继续大火翻炒 最后呢锅边淋点油 以防的糊锅 继续大火翻炒均匀 最后啊你可千万别忘了帮我点个酸鸡关注 不然呢你刷着刷着就把我玩的丢了 爱你就这么做 老好吃了 更多热点上今日图条 是哦 记者comenda 啊 独播